接着来看到地方盛市郑坤宫是大理著名三大妈祖庙之一 香火鼎盛 今年正值建庙270年 同时也是重新建庙20周年 庙方在向妈祖请示之后 举行盛大建教活动替信众祈福 现场一连五天举办丰盛的燕王宴 神珠展等活动 而副总统赖清德这天也到场参拜 活动相当热闹 副总统赖清德与众人上香参拜 期望能够早日送走疫情 大甲镇坤宫今年适逢建庙270周年 也正好是庙宇重建的第20年 庙方在和妈祖请示过后 决定举办一连五天的建教法会 这天副总统赖清德和地方明代也特别到场参拜 祈求礼民和地方平安 郑坤宫是大理住民三大妈祖庙之一 拥有270年的历史信徒众多香火鼎盛 这一次相隔20年再度举办建教活动相当盛大 不止庙前摆设盛大的燕王宴 还有展示重量高达1400多台金的神珠与神阳等 一系列的活动内容相当热闹 有一的1458台金 我们能开风今天跟民an仔参加参观 我们能够用来活动伟政的证明 来共同来庆祝杀出兴术安 我们有铺道、饭桌、还有在马祖部面前摆这些燕榕 这些传统的艺术文化家非常欢迎大家来参观 庙方表示除了庙城准备的燕王宴外 9号下午也将举行放水灯仪式 10号则有普渡法会 届时会有高达3600桌的公平参拜 也欢迎信众一同参与难得的地方盛事 记者烂威台中采访报导